Hello 大家好 今天天氣不錯 所以想和大家散一個步 順便介紹一下 Mount Waverley 區 我們 Let's go Mount Waverley 位於 Melbourne 市中心的東南面 如果平時開車出去 即是說沒有車的情況下 五個字行 freeway 都已經到 如果平時有車或比較多車 七個字至九個字 雖然這條 freeway 在近市的地段 就會開始收費 但繁忙時間都很堵車 距離 city 大概17公里 如果乘火車出去 就大概需要七個字左右 所以都很方便 Mount Waverley 區 都算是一個大的 suburb 有15.9平方公里 如果比起博銷來說 只是3.5平方公里 而波雲就5.6平方公里 Doncaster 就會大一點 8.9平方公里 所以今天我們集中會看的地方 就是 Mount Waverley 的中心點 也就是 Mount Waverley 火車站附近的地帶 在交通方面 Mount Waverley 這裡都算很方便 從火車站走出來 就已經有巴士站 這條巴士線是去 Glen Waverley 也會去 St. Kilda 去 St. Kilda 途中 也會經過 Chestdon Shopping Center 其實如果想去大家熟悉的 Glan Waverley 華人區 都很方便 坐火車只需要兩個站 就到了 如果開車就只需要11分鐘 雖然有巴士去 Chestdon 自己開車去也很方便 只需要13分鐘 所以在地圖方面可以看到 Mount Waverley 右邊就是Glan Waverley 而左邊就是 Chestdon 所以去市大一個 Shopping Center 都只需要10多分鐘的車程 那 Chestdon 當然是比較大規模 又齊了所有Big Brands 大家都看到 你想到的牌子 很多都可以找到 有名牌也有比較大眾化的牌子 甚至乎12元店 只是Daiso 在這裡都有 所以我們現在都很少可以去市場買東西 來到 Chestdon 這裡 都可以一站式滿足我們購物的需要 而在 Chestdon 附近 也有一個大型的購物中心 可以說它有Office Works 即是澳洲很大的文宜用品店 JB Hi-Fi Harvey Norman 即是電器、傢俬 集於一身的百貨公司 在 Mount Waverley 這裡 除了買東西方便之外 另外醫療設施也蠻充足的 最近的私家醫院只需要6分鐘車程 就去到 雖然這間醫院沒有急症服務 但也可以去那裏做些簡單的手術 又或者照X光 照Ultra Sound等服務 它都有提供的 最近的公立醫院就是這間 Monash Medical Center 它的車程需要大約13分鐘左右 而這間醫院會提供急症服務 之前我也有影片說過 我媽媽的心臟有一次試過 有些不太舒服 我就送了它來這間醫院看 這間 Medical Center 除了有普通科及急症之外 亦都特設一個兒童醫院 但有一次我朋友的兒子 斷了手帶來這裡的時候 醫生看完都轉介了 去另一間比較大的醫院 Dandenong醫院做手術和打石膏 這間醫院是在Clayton區 如果在這間醫院開車 直行大約兩分鐘左右 就會到Clayton Shopping Center的地方 那裏也有一間很有規模的亞洲超市 我們都會經常去光顧 如果由Clayton出發 駕駛多十多分鐘 就可以去到Moravin的Costco 如果由Mam Waverley出發 大約五個小時左右 如果由Mam Waverley出發 去Ringwood的Costco 大約三十分鐘左右 所以其實Mam Waverley去兩間Costco 都很方便 再由Moravin的Costco 駕駛都不用五分鐘 就會來到一間DFO Outlet 除了去Costco方便之外 由Mam Waverley去Ikea 都是大約三個字車程 去Springville買菜或喝茶 都是四個字車程 由Mam Waverley去Birdwood One Shopping Center 都是兩個字左右 這裏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因為它有Costco和Kmart 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就是因為他們兩間都是開24小時 所以如果晚上吃飽飯 沒有東西做 又或者睡不著覺 都可以即管來這裏逛逛 而且這裏又有LD超市 還有燒尾店 所以對平日買菜來說 都已經很足夠了 另外如果需要去Bundings 這間超級五金店買東西 也是十分鐘車程有找的 說完購物 我想有很多有小朋友的家庭 都會想知道Mam Waverley這一區的學校 又有什麼選擇 由於之前所說 今天主要看回 都會是Mam Waverley火車站附近一帶的地區 學校方面也是一樣 因為Mam Waverley這一區 都有差不多大 所以小學方面其實有好幾間 最近的小學 其實就是在正火車站對面的 一間天主教小學叫Holy Family 另外有一間政府小學叫Mam Waverley Primary 步行需要15分鐘 而政府中學方面 這一區就有一間 叫Mam Waverley Secondary College的中學 話說她的成績都不錯 所以很多人都會想在這區找屋 希望可以入到這間學校的校網 Hunting Tower是一間一條龍的男女私校 小朋友可以從幼稚園讀到中學 而她的成績也挺好的 另外想介紹的是這間Evla College 她是一間天主教女中學 以上介紹這兩間私校的學費 其實比起其他比較出名的私校 算是相宜很平民化 說了這麼久 也是時候帶大家走走Mam Waverley這一區 今天的出發點就是Mam Waverley火車站 在火車站一走出來 你看到就已經有很多店 這個Shopping Area就叫Hamilton Place 其實這裏都差不多有齊了 你平時日常生活需要的店 眼見這裏有嚴聽角的店 發營屋 地產店 其實這裏地產店是臨立的 也看到這裏有一間香港人主理的餐館 她是小小間麻雀衰小五藏俱全 和她的出品都不錯 這裏除了地產店多之外 另外Cafe也有很多 你會看到這裏這麼小的地方 居然是可以容納到好幾間咖啡店 你剛才也看到了 連珍珠奶茶也會有 這間就是美甲店 平時很多人 現在早就看到還未開門 再直行就已經看到一間銀行 銀行旁邊就是琴行 有很多小朋友在學音樂 旁邊就是一間Delhi 是一間意大利式的店 會有很多羊 沙拉米 芝士 也有很多意大利醬汁 Pasta 和麵包 再留一間店 就是蔬菜水果店 這個小小的shopping center 居然容納到三間肉店 澳洲人不知為何很喜歡吃燒雞 所以這裏也有一間燒雞店 它有燒雞 也有炸雞 薯條 也有烤羊肉 說這麼快又來到另一間Cafe 這間肉店還有海鮮賣 這間我會統稱它為雜貨店 其實它是有雜貨 也有些像日本城 文具店 再加上12元店 於一身的店 很多時候 都可以在那裏找到 而這間CAMAS Warehouse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它是一間很出名的藥妝店 它的價錢也差不多是全城最便宜的 現在旁邊這間就是一間Bake House 那間Bake House 它會自己出產很多批蛋糕和包點 這裏又是另一間比較小的雜貨店 然後又有銀行 再走過一些就有美容店 還有又多兩間Cafe 轉個彎又有間藥房 這間是一間連鎖式麵包店 在很多商場或其他地方都可能會見到 它的麵包品種也挺多 這裏又有眼鏡店 又可以配眼鏡和驗眼 再旁邊就是一間嘉品店 然後來到這裏 就不得不提這間韓式肉店 這裏就很受我們亞洲人歡迎 因為它專賣很多韓燒或火鍋肉 有些還要醃好的 以前這間店是韓國人主理 之後就轉了手是中國人主理 所以就看到中文字在這裏 這裏有一些走成熟路線的時裝店 然後有洗衣店 還有多一間梳果店 而旁邊這間餐廳就比較特別 它應該是越南人主理 所以它會有粵式麵包買 也有我們平常吃的 Pie, Sausage Roll 還有一些蛋糕 鞋譜也有 這間就是News Agency 以前那個年代主力賣報紙 現在主要賣文具和精品居多 其實你想到的店舖 在這裏都可以找到 說這麽快又多一間藥房 轉彎還有一間花圃和Cumon補習社 對面街還有一間台灣人開的中醫診所 有美甲店、地產店 Kabab店、酒店、銀行 Kuna的診所和西醫診所都有 如果再轉過來直行 就會有Fish and Chips店 又多一間Café Pizza店 有些唐人食肆 有一間正宗的泰國餐廳 這裏有一間亞洲超市 雖然不是很大間 但賣的東西都算幾齊全 之前我都沒有留意到 原來她連印尼姐姐 以前給我的小朋友 塗的白樹油都有 你見有琵琶糕 毛筆糕 驅峰油 雙飛人 金銀衣紙 香 龍角散都有 一間韓國餐廳 還有一間韓國超市 這裏還有一間很大間寵物用品加美容店 對面是大家應該都很熟悉的Woolworth超級市場 回到Hamilton Place 這裏還有一間油站 另外這間超市比剛才Woolworth更大面積 所以它的貨品更齊全 超市的旁邊就是另一個巴士站 剛才說過 這裏有巴士去聖Kilda Chatsden Glan Waverley 另外這條巴士線是去Box Hill 這條巴士線回程的時候是去Oakley 會逃經Monash University Clayton的Campus 講開又講 最近Mt Waverley的大學就是Monash 第一間就是Monash Clayton的Campus 另外那間就是Monash Caulfield的Campus 如果想看那一區有什麼種族的人在這裡住多 那你就留意一下它的超市或雜貨店 好像剛才那樣 在Monash Clayton 就看到有亞洲人或華人式的超市 也有韓國式的超市 來到Hamilton Place另一邊 就有一間好像印度式的超市 由此可見 Monash Clayton這一區 都應該有多少亞洲人在這裡住 再走到幾間店舖 就有一間郵局 這裡的郵局很特別 你見到它 電器也會賣一下 文具也會賣一下 有時候也會賣一下 都很雜不甯的 有時候去賣些東西 但是這間郵局 就沒有這個collection的服務 如果你有些件 派不到去你家 你要去郵局拿 就要去Mt Waverley的中央郵局拿 由Mt Waverley火車站出發 車程都是幾分鐘而已 這間中央郵局 就在Mt Waverley的工業區 Mt Waverley有一個殺角 就是工業區 現在就帶大家去看一下 這個工業區 以及順便看一下 郵局是怎樣 這裡有時候 郵差派信 或者派包裹 見你不在家 又或者你下了指令 如果你不在家 就把信件 拿到中央郵局 你自己親身來拿 它的服務時間都算不錯 星期一至六都會開 因為這裏澳洲就沒有身份證 而拿這些郵件 一定要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其實主要都是拿車牌來做ID 有時候會見到 有些人要帶護照才拿到郵件 這間郵局附近 就有一間DHL Center 如果需要記DHL 都挺方便的 說真的 DHL不是很盛行 好像在香港一樣 亦都很少見到 在這邊有辦公室 在這個工業區 就有很多衣服 近年 就有些中國人 租用了這些衣服 用來開羽毛球場 可以租場打 亦都可以在這裏上課 講開運動設施 由曼Waveley出發 開車大約10分鐘 就可以去到 位於Glenwaverley的 Monash Aquatic and Recreation Center 在這裏有室內室外游泳池 亦都可以在這裏做gym 有時候我們都會選擇 這個泳池做wave pool 因為它有一個人造浪的泳池 小朋友很喜歡在這裏玩 這裏還有一個Hydrotherapy的泳池 給大家做一些水療運動 亦都有按摩池 其實澳洲大部份的泳池 都會有按摩池 如果喜歡打Golf 距離火車站不用5分鐘 就有一個私人的Golf會所 如果想去一個Public course 只需要10分鐘車程左右 現在看到網球場 就在剛才的私人哥爾夫球場的旁 所以距離火車站也是幾分鐘車程 現在看到這個這麼大 這麼好玩的公園 都是距離火車站幾分鐘的車程 走路我想十多分鐘左右 這裏有很多東西玩之餘 還有得BBQ燒飯吃 說完動就不如說說說靜 在Mount Waverley火車站對面 就有一間圖書館 另外開車大概3-4分鐘左右 就可以去到其中一個區內的 社區中心 我譯它為 小朋友可以在這裏學 Coding、畫畫、美術 也有大人課程 例如書法、寫作、圖詞、畫畫、織衣、 衣服、車東西 甚至乎有一個麻雀會 香港人除了喜歡打麻雀之外 我想也很喜歡喝茶 和去光顧茶餐廳 在Mount Waverley這裏 都可以很方便 駕車幾分鐘至十多分鐘 就可以解一下C香病 現在就帶大家去逛逛 Mount Waverley其中一個比較貴的地段 貴的意思就是樓價比較貴 剛好適逢去的時候 將近是聖誕節 所以居民就自發性地佈置了這裏的樹 這條街的其中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它兩邊都是被這些Palm trees圍住的 而且你會發現 屋子是圍著這個綠色大草地而建的 這條街環境這麼漂亮 除了有私人樓之外 其實這裏還有一間幼稚園和母嬰健康院 在Mount Waverley這一區 都蠻容易找到這些屬於小型的Playground 我覺得這一區的遊樂場設施都算不錯 你看到剛才有這麼大型的公園 而每幾條街就會有這些小型的公園 說回今年2022年 澳洲做了一個人口普查 它的結果就沒有這麼快公佈 但看回2016年的Census 我們可以看到 Mount Waverley那時的人口有33,611人 而其中9,257個屬於家庭 有13,316間私人屋或樓 家庭入息中位數大概是1,643元一個星期 這是2016年 有32%的人口讀書 包括幼稚園至大學 而37.6%的人口擁有大學或以上的學位 17.5%是中學畢業的 9.8%屬於文憑學位畢業 另外說回人口的籍貫 17.9%的人口的組織是中國人 17.1%是英國 14.5%是澳洲人 6.2%是愛爾蘭人 另外5.3%是希臘 現在大家看到這一間屋 屬於一地兩屋的townhouse之一 在去年3月賣出了 大家猜猜多少錢? 它就在Mount Waverley Primary School的後面 當時這間全新的四房三浴室的法式townhouse 是以172萬賣出的 這間屋是純粹給大家參考一下 以一個這樣的地段和法式建築的價錢 因為法式建築的設計 多數會比平時的townhouse 會比較貴 先言歸正傳 剛才說到Mount Waverley 有17.9%的人口的組織是中國人 這個%就相對其他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區份 算是少的了 例如波雲有21.8%的中國人 Doncaster有26.6% Box Hill有26.9% East Doncaster有27.3% 而Glan Waverley是高企於28.3% 在2016年的人口普查 看到有51.7% Mount Waverley的人口 是在澳洲出生的 有11.3%是中國 但這不包括SAR 即是香港和澳門 有4.2%是斯里蘭卡 3.7%是印度 2.8%是馬來西亞 另外2.2%是英國出生的 有51.9%的家庭 在家中只說英文 其他在家中說的語言 包括有13.5%是國語 5.1%希臘話 4.4%廣東話 3.2%是斯里蘭卡話 和1.6%是韓文 人口職業方面 有32.8%是專業人士 14.9%是管理階層 14.2%是民職 9.7%是sales 9.5%是工程或維修人員 6.1%是工人 8.2%是社區或私人服務行業 有2.8%是從事機器操作或司機 家庭組合方面 有51.1%的家庭是雙親家庭 33.7%是沒有小朋友 而13.3%是單親家庭 房屋方面 有70.5%是獨立屋 21.2%是屬於廁所或廁所 另外 Townhouse排屋或半獨立屋 占7.9% 和大家走完這個近火車站和小學的住宅區 現在就帶大家去看 萬Waveley的另一邊 聽起來會不會覺得這條街都好像很清幽 有很多鳥在唱歌和寫意 但剛好 屋旁邊有些大的電塔 這裡是萬Waveley的另一剎角 附近有很多電塔 如果像我這樣身在其中 最多豐富的 사진 這個電天附近消息 還有這個工業區 好了,講了那麼久,也是時候講一下大家都應該幾關心的治安問題 在曼Waverley這裡有一間警署 但是這間警署只開星期一至五,八點至四點 週末就不開,所以不像香港的警署是24小時 如果有什麼重要事,也要打3.0求救 又或者不是太過緊急 那就可以去Glenn Waverley的警署總部報案 如果想看看Melbourne各區的治安 我就在網上找到這個網站 我就會在Description box那裡寫下連結給大家 在這個網站可以看到大部分Melbourne不同區份的罪案指數 我在這個網站找了一些資料出來 做了一個Summary Table 選了幾個香港人比較熟悉的suburbs出來 就讓大家看看他們的罪案數字 由最小罪案的區開始,排頭位就是Doncaster East 之後就是Brighton 然後就有Cue 然後就到Doncaster 這個是比較傳統的香港人聚居的地方 另外Essendon就是西面比較有錢的區 另外就是Mount Waverley 之後就是Box Hill 然後就是Barrick 這個區都好像現在開始很受香港人歡迎 因為它就樓價比較便宜 距離市區就遠一點 但是環境也好像應該挺舒服的 再來就是Glenn Waverley 然後就到Springville 這個是一個越南區 之前我也有介紹過 我經常在那裡找東西吃 買菜 或者喝茶 外面子安 因為始終越南人比較多 所以子安會比較差 但是近年來已經好很多了 下一個就是Point Cook 我想香港人也會比較熟悉 新發展的地區 之後就是St.Orbans 傳統子安比較差的西區 另外有St.Kilda 可以說是黃島獨 很多年前都在那裡很盛行 之後就有Frankston 最後我就選了Dandonon 那裡真的都蠻雜的 之前也聽過有很多黑社會之類 在那邊有些聚集 這些數字都是子宮參考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找多些資料 就要上網再找 今次這條片短短續續都拍了多久 到12月的時候 Hamilton Place就開了一間新的亞洲超市 這間超市是兩個香港人開的 所以以後我們都會多些光顧支持一下他們 他開張那天我們都去了趁熱鬧 在這邊很多唐人店開張的時候 又或者新年都會請一些武師回來 攪旺個場 和拿回好意頭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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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音樂 好看 我先去祝他們生意興隆 趁著有氣氛 跟大家拜祖年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心想事成 拍片那天,剛巧在火車站,看到這班應該是小學生和他的先生出來踩單車 不知道是不是在練習,整隊鴨仔團都挺搞笑 好,今集的澳洲斯拉多多事幹就來到這裡了,多謝收看 希望大家不會覺得這條片太長 記得CLSS,comment,like,share和subscribe 下次再見,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